-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鲍鱼 被我们养在了盐水里 还活着呢 怎么能看出来还活着呢 里面是它的便便 Hello guys 欢迎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要去做鲍鱼 上一期大家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然后怎么做鲍鱼的方法 然后我选择了一个kiwi的办法 因为我跟我一起住的房客 一个是kiwi本地人 他生在西西兰的北岛 然后也是下西西兰南岛过来基督城找工作 在基督城已经找到工作了 然后在基督城工作 然后今天我和他聊天 问他怎么做鲍鱼 然后他说他是老手 他特别会做鲍鱼 要鲍鱼 要洋葱 要cream 要cream cream是奶油 应该是奶油吧 我现在去超市买洋葱和奶油 回来让他给我们展示 本地人是怎么做这个power的 我已经买了cream cream for cooking 做菜用的cream 然后买了洋葱 洋葱好像是几毛钱 这cream好像是三块多钱 一共四块多钱 以上 美酒 你认为鲍鱼 你喜欢鲍鱼 你注意这火锅 你会有点厉害 因为它们非常轻盐 所以它们还不会剥破 因为它们 değils 因为它们会感到疾病 你也会给它 对我做 eso 知道我先做一次 我就会给它的准备 注意一下 因为你会脏和刮剪 是否有力? 不,不,不 你拿着一刀 所以 你拿着一刀 你拿着一刀 哦,是的 哦,哇 你一定要看 你看那一刀 看那一刀 放在那裡 那是嘴唇 確保沒有肌肉 好 那是瑪莉吃的 哦 對 對 那是咖啡 那是咖啡 對嗎 那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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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是咖啡 第一次咖啡 就像咖啡 那是咖啡 那很多朋友知道怎麼做 我只是教你 很多人都不拿去 那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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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咖啡 那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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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是咖啡 太不允許 至於咖啡 很多人都不把咖啡 咖啡 好 那是咖啡 所以 你就是咖啡 對 那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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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咖啡 是咖啡 你不明白 又知道 嗯嗯 也要讓它很柔軟 像一個蛋糕 How long does it take? Oh, as long as it takes 哈哈哈 Yeah, that's what I can say OK, I'm just trying to pass 这是一根桥 然后把这肉刮软 哦,那是好的,哥们 哦,对吗? 是的,但是看到的尺子吗? 哦,对吗? 是的,确实稍微稍微让它们更硬 哦,OK 切成半斤 切成半斤 看 你不想保持它在手上 你可能会切成自己 所以我做 我用了一刀 看 切成这样 很厉害 我会让你 我会让你做 你可能只需要一刀 因为它不太力 但如果你做了五刀 你会用几个鸡 那是最好的鸡 我只用了鸡汁 但是它是水吗 我不知道 我只是看到它是鸡汁 鸡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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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鸡汁 所以它可能会比较 鸡汁 鸡汁是鸡汁 所以它可能会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试试 我们要试试 我们要试试 看它 是 按一下鸡汁 就切成这样 鸡汁 切成这样 切成这样 OK 就切成这样 要那些 哇 OK OK 然后切成这样 你不懂得烹煮吗? 没有 什么是黑色的? 那就是它的汁 哦,OK 因为在中国,你会有煮的汁 这些黑色的汁 你知道那是做的吗? 有的汁 在工厂 它拿到所有黑色的汁 然后你拿它 就像是许多了 那是喷嚏的 酸奶 所以我没有用它 我经常用这些汁 所以下次你记得 汁锅锅 你看这个汁锅吗? 嗯嗯 所以我必须切用这个 是 虽然它 匙匙 慢慢吃 好好餐 你看 漂亮 對 脂糖 把粉糟了 把粉糟了 對,把粉糟了 這樣 看起來 好,把粉糟了 你看著醬汁 你能不能再加一大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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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不太好 那是好 我可以尝尝 你能尝尝 你能尝尝尝 尝尝尝尝 我喜欢它 我喜欢它 用来的一种 有点有点 有点有点 在你腾 哦,OK 嗯,你可以聞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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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看它嗎?嗯,嗯 那是為何切它太厚,因為如果它太厚,太厚 嗯,嗯 嗯,我的朋友們告訴我 不煮的,吃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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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看過一天,我跟我一起做的 我跟一天,他們拿它出了的生蕉 哦啊,然後跟對啊 我就說acak了嗎 然後咔,味道很搖 我覺得它爸後面覺得好 你喜歡我的餅 That's the taste of that 如果這些肉,哈哈 很快 不像这样的味道,只是泡泡泡 少许多的味道,少许多的味道 少许多的味道 然后就这样 它们全部都放在一起 是的,它们全部都放在一起 下一次,它们都放在一起 然后就完成了 哦,已經不完成了 這就完成了 那是好 很好 這才是方便是要煮的 你不會退去 來看一下 喔其實我應該看 我嚐嚐一把 就看見到是那個 和串茄汁 這不是第一個來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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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對,這也是我的第一次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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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哦,不錯 對 你會喜歡 哦,是很棒 确实 你喜欢哪一样? 氛围霜? 哪一样你喜欢? 氛围霜? 这个是不同的 它有不同的味道 仍然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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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会吃 但你还好 酷酷 谢谢你 我们的鲍鱼终于在我们的育友的帮助下 公寓的育友 公寓的育友的帮助下 已经搞定了 我们来尝一下 我真的是第一次尝 来 你先尝吧 我先尝 然后他说这次美中不足的唯一的就是 没有这个cream买的不太对 这cream买的是cream cheese 就是起司和cream在一起 然后正常买cream 应该买那种就是 liquid 就是全液态的 没有这种不是那种固态的 是这种液态 拿瓶子包装的 对 反正就是液态的 然后他说虽然这个没有 他尝了一下 没有那个液态的cream好吃 但是他说我也喜欢 我也会吃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尝试一下 加点洋葱 加点cream 大鲍鱼 大鲍鱼 哇 哇 哇 味道很好 味道很好 对 味道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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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你去泰国哥 你去泰国 一点心味都没有 完全吃不像是鲍鱼 它很有嚼头 因为我们之前拿那个棒子一顿锤嘛 锤完之后 它就不会有那个特别硬 但是还是保留了一定的那个嚼头 再加上那个洋葱 洋葱的那个味儿 可能是解了它的海腥味 一点也不行 是不行 完全不像海鲜那种腥味 而且很好吃 很香 很香 很好吃 它那个cream 完全把它奶的香味 把那个鲍鱼的鲜味提出来了 然后它那个裙边还有一点 裙边更硬一点 然后它里面更肥美一点 所以说它那个口感有点像 怎么说 有点像肉带着筋那种感觉 你发现了 感不感觉有点像是肉带着一点筋 有点肉带着筋的感觉 有点像你们谁吃过鸡蒸 买这么鸡蒸的感觉 对对对对 鸡蒸的口感 但是比较好吃很多 哇 这前面就是奶油的那种香甜 后味有一点点 吃到最后有一点点 那个鲍鱼的海鲜的味道 因为我之前吃过那个 新西兰海胆 不都是说挖出来 直接吃那个黄色的海胆 都说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然后我吃这些 真的没有咸相中的那么好吃 然后还有那个生蚝 生蚝也生日吃嘛 我也吃过 然后也真的没有咸相中那么甜 没有咸相中的那么 没有咸相中那么好吃 但是也是好吃的 但是这个鲍鱼 真的是超乎我的现象了 因为有过那两次经验 我就感觉咸相中鲍鱼 应该不会那么 那么的好吃 但这一次吃到之后 真的是 好吃的 Hello guys 我们的鲍鱼 已经变成一个鲍鱼壳了 一个美丽的鲍鱼壳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他跟我说鲍鱼里面 壳里面的这个东西 鲍鱼壳里面的这个东西 是鲍鱼排便的东西 排便的地方 然后看鲍鱼年龄的话 就是看这有几个眼 有几个眼有几岁 这个是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八个眼八岁 八年才长这么大的鲍鱼 所以说大家可能会惊讶 它为什么这么大 它已经八岁了 然后视频中最后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做鲍鱼的流程吧 做鲍鱼的第一步 就是抓鲍鱼 抓到鲍鱼之后呢 要给它拿勺子 给它弯 把肉整个肉全弯出来 就它的鲍鱼壳 和鲍鱼的肉的连接点 就这一块 就这一小点 所以拿勺子给它弯出来 弯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他说 那哥们说鲍鱼的壳特别锋利 然后很容易划上手 所以说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把手刮刮刮破 它应该是划破的 所以说他给我说一定要小心 一定是特别强调一定要小心 别把手划破 然后弯出来之后呢 它里面的部分有一圈是那个肠子 肠子的话 他说毛利人 我看那个视频 也有毛利人 就是直接生吃那个肠子 然后说是creamy creamy就是比较奶油的那种感觉 口感 但是这个kivi 这个本地人说千万不要吃 吃那个东西 你尝过一回 你就知道是特别的恶心的 特别恶心的味道 我也能尝到 因为我已经想象到那个味道 因为我之前生吃过那个生的海胆 就海的心骚味 然后等下吃的话 我可以尝一下这个肠子 因为这哥们说 那个肠 就一看到肠子 说生吃就特别厌恶的表现 就是说这回我没好意思吃 下一回我再抓到的话 就可以尝试一下肠子 到底是像这哥们说的特别的yak 特别的恶心 还是像之前我看视频里说的 特别的creamy 特别好吃 然后呢 下一步给它抠出来之后 把它肠子全去掉 就剩紧实的肉和 紧实的肉 然后唇边和那个一个像被柱的那种感觉 那个贝柱的柱 然后这个时候拿出来之后就要一顿的敲 不管拿棒子或者拿啤酒瓶子 或者拿什么东西 一顿的敲敲敲敲敲敲敲 汁水会喷得到处都是 所以说最好拿一个毛巾在下面垫着 然后一顿顿的敲 敲到 他说这个那哥们跟我说 就像敲牛排 是有种牛排会很硬 给敲到很软的话 做出来的口感会很棒 所以说这个鲍鱼也是一样 给它敲到手摁 软 手摁到软 就是不会硬的状态 然后他那个裙边也是一样 要把裙边一样凿的比较软烂 然后软烂之后呢 就拿刀把鲍鱼片成薄片 然后现在有时候就锅要准备好了 锅里放油 然后放切碎的洋葱 放到锅里面 洋葱熟了的时候 把洋葱搬到周围 把鲍鱼的片放到中间 翻炒 翻炒差不多熟了之后 因为鲍鱼熟是怎么熟 看那个 因为我们切的是薄片嘛 熟了的话 它会弯曲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弯的感觉 有点弯的感觉之后呢 我们就把cream奶油 这时候他跟我说 再次想要买液态的奶油 不要买固态的奶油 固态奶油是固态加起司 不要起司 就要固态奶油 然后这个时候 把液态奶油放进去 再翻炒 一定要用小火 因为这个时候鲍鱼已经熟了 我们用小火把奶油 然后洋葱和鲍鱼片 混合到一起 像用微火慢慢的煮 差不多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就可以上桌了 就是我们美味的鲍鱼 西西兰黑金鲍如何制作的流程了 OK那么希望大家看过今天的视频之后呢 也能够做出属于你们自己美味好吃的鲍鱼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就别忘了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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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